歡迎繼續收看商會有四 我們剛才那節介紹了一位得獎的得主 當然香港各項各業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我想大家近日都很羨慕做網絡工程或互聯網生意 聽到互聯網有時候真的很吸引 但很多時候令人很頭痛就是網絡保安 所以有些公司會想一些特別的平台 讓市場有更新的東西 既然網絡市場這麼好 我們網絡保安就可以集中來做 今天我們介紹另一位得主 剛剛是做網絡保安的 坐在我旁邊的是Michael Gaisley Michael 你好 Michael他們公司是Network Box Network Box就是做網絡保安 而今次你的得獎是科技成就大獎 首先恭喜你 其實網絡市場非常大 有很多人說現在有多少互聯網 有多少電郵帳戶等等 但很多時候聽到很多人被人入侵 說頭痛了 你們就是做把關的工作 其實你們的Network Box是做什麼工作 反而你們今次得獎的是哪個作品 或者我先解釋一下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從2000年開始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接駁上網 不過他忘記了你接駁上網 網絡是接駁上公司的 可能他那邊或者沒有IT manager 不過就算他有個IT 他們在想我設定我的File Server 我的Mail Server 或者我的Portal 我就駁上網 他就真的沒有想到 在網上有黑核病毒 電腦蟲 很多不好的東西 也會回到你的公司 我們在Network Box 我們就看到 實在有三個是最明顯的問題 第一 是一個正常的老闆 或者一個正常的IT manager 他怎樣去面對這麼多東西 在攻擊他的公司 他沒有這樣的資源 和他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怎樣呢 第二樣東西 就是Network Box 因為我們想著 我們想把所有的科技 和所有的需要 都放在一個Box 就放在客的公司 或者機構 因為我們的思想 就想著 我們24小時 365天 就一直推動科技 就是最新的signatures 最新的就是解藥 你有讀你有解藥 就是最新的signatures patches 其他是security 需要的東西 我們就push進去客人的box 那裡 那一路如果有人想侵他公司 我們就已經幫他做了一個擋箭牌 在擋 因為我們的思想真的很簡單 如果你是做玩具的 或者你是製醫的 或者你是醫生 律師 政府部門 你集中不是在這件事 你根本是不想理 電腦保安 你根本是想做你自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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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英國人說 那是一個day job 你不是想做你的day job 你不是去兼職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在想 怎樣可以呢 是24小時一路去update客的box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還有第三就是速度 那個速度那裡 我們是用push update科技 是是 2000年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是push著 大約8個update一天 出街給我們的客人 就是一天update八次 我覺得好像很厲害 因為我們國際的competitors 可能每個星期三一次 或者是一月八次 這樣超前很多了 不過去到去年平均 我們每天已經push著超過一千次 是一千零四十四次 每天 一天 是很誇張 那時候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是一路一路升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想著 第一 我們是一個managed service 就是我們是 給我們的專家去幫客人去做 提供管理服務 做管理服務 他們不想想這件事 第二 就是放進一個box 那box那裡 他就不用買其他的hardware回來 或者其他的軟件 就是我們是全包 整個善券全包 那box那三就是push這些科技下去 OK 不過如果你fast forward 現在這麼多年後 11年後 是的 我們贏這個獎 是負什麼呢 是負一個Zscan 就是Zero Day Scanning的系統 那那個是什麼呢 是 我們發覺 好了 我們都在這個行業 都很多人知道 我們比較特別 是 因為如果有一個新的電腦的signature 我們會 within 是45秒 是push出去 給我們全球所有的客人 是 不過45秒 在Internet世界 都不夠快 都不夠快 OK 而且你要去製造的signature 可能你製造這件事 都是需要說 你收到一個新的病毒 那是 哇 三個小時 六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所以Zscan這個科技 我們就是 放了二十萬個陷阱 去給一些黑核 給一些新的virus 會去 即我們會trap到它 你來啦 是啦 就是做一個假的 傻的人 好像傻的人 有一個沒有保護的機器 那我們就希望 這二十萬個陷阱 你先讓它攻擊 OK 那它攻擊了 把新的virus 下去我們的陷阱 我們呢 大約三秒鐘 已經製造了 一個signature 是In the cloud 即現在個個都在說 In the cloud 那我們呢 是 within三秒 In the cloud 已經是做了一個擋箭牌 已經是保護著我們全球的客人 我們不理會是很大的客人 譬如好像是BMW 或Nintendo 或Bupa 或UV Finance 那些是最大的客人 我是陳先生 李先生 是有個很小的中小企 我們的科技是一模一樣 OK 我們呢 就想將價錢呢 降低到 它是可以 不用想 簽了我們的服務 跟著就算了 那好像剛才你都在說價錢 在我們來說呢 我們以前覺得 講價錢呢 就好像不是這樣 不是啊 你說科技嘛 沒有辦法 價錢是最重要 所以 一間普通的公司 譬如是只有十個人 你說的是 八百元港幣一個月 什麼都不用買 簽了一個服務呢 已經我們是全部幫它 八百元 八百元港幣 還有我們也有個 很開心的 就是我們拿了我們這個系統去測試 是 那麼我們測試了 在美國和德國呢 是等於好像你的GIA 資料去轉石 這樣呢 我們這個系統就拿到 一百個百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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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 真的好開心 香港科技是可以的 很厲害 我聽了一遍 你簡直就是一個 因為我應該是蝙蝠盒,GG入,救了很多人 我不是,我只是工業員,即是工業員 說起你自己的出品 其實你的產品本身是背後工業員,技術人員 在香港還是內地,還是兩邊都有? 我們的主要R&D是全都在香港的 主要R&D全都在香港的 我們都有其他的同事,比如在澳洲、英國、美國 不過我們絕對是一間香港公司,科技是從香港來的 我們可以很榮幸地說,我們是從香港來的 是的,我們的CTO是英國人,我也是半個英國人 其實Mark Webb Johnson,他也是在香港出生 以前他爸爸是幫忙做TDC的 所以他是英國人,不過也是香港人 我們可以直接說,這個是香港人的產品 這間公司是兩位出生的 這間公司在2000年開始成立 2000年應該當時開始誇張 一直堅持做這個事務 很難得,我們很多時候說 9899,然後是Blooming 爆發了,但是你一直來的都是集中在網絡保安 因為我們是在做一件很實際的事 我們根本是在保護公司 這件事是需要的 所以等如你喝水 你不想喝一些髒的水 我們就是一個水 你正在做你的生意,或者喝你的水 你不想知道水是怎樣的 我只知道我喝了水,是要100%清純的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做 你得獎就是科技成就大獎 得獎當然是很高興 但背後其實一定有很多努力 很多時候我覺得科技的事 你真的要在科研發展 你一定要一段時間 但是不是今天做 明天 你搓個麵粉,煮個麵包 明天先賣掉 但你要做一個 在技術上非常之高 一直在追緊 因為你這秒鐘想的東西 其實可能上一秒已經有人想了 下一秒也會有人更加新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怎樣去營運公司 你怎樣去平衡呢 一方面繼續發展 我們實際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推動力 就是那些壞人 因為有時候沒有辦法 黑合法 或者寫電腦病毒的人 他們想一些很厲害很新的方法去攻擊我們 我們就真的好像 你說子彈是用了新科技 你的鼻彈衣也要有新科技 我們一定要比他快 OK 即是說 我不怕你壞 你越壞我越高興 我就要怎樣去 不是高興 要怎樣去擋住你 但是其實那個投入 一直去追著那個 其實投入的研發費用 都挺高的 是啊 我們就是 Engineers 這些programmers 經常要面對一些 要發明一些根本是不存在的東西 然後就要deploy出去 去保護客戶 是24小時 365天 八號風球也好 那邊地震也好 我們一路要去做 是不簡單的 所以我有時都覺得 我代替他們來拿獎 都是開心 不過實在勤力都是他們勤力的 是的 Miko 很多人都說 做高科技的事情 有時候令人很沮喪 因為要跳路比較長 還有這個是希望工程 但是我覺得工業在這方面 一定要改進 最後我想你給一些分享一下 跟做工業家 你作為一個推動科研的 你覺得堅持是不是很重要呢 堅持一定是很重要的 還有特別是在香港做科技 說得直接一點 很多人會潑冷水 我覺得你是要相信自己 相信你自己的科技 相信你自己的勤力 還有不要聽這些人說 因為像我們這樣 我們代表香港 都環遊世界 贏了四十多個獎 是 那我們又拿了 在我們的行業最高的 certification 是拿了100% 100% 100% 我們其他的 multi billion dollar的 大國際公司 他們都拿不到 所以 是真的可以的 你在香港也可以 最重要是堅持 是堅持 最重要是堅持 努力 恭喜你 OK 你堅持得到回報 亦都希望你繼續去參與 這類的比賽 來帶動到 我想是 行業的發展 亦都 帶動我們給我們 新 後期之秀的 無論工業家 做科研 一些更加多的鼓勵 好嗎 比賽是很重要 不過更加開心 看到那些客人 真的可以 他營業 是不用想這件事 是的 我們越隱形 我們就越成功 實在 最重要是幫到他 是幫到他 好 再次多謝你 多謝 有機會我們再聊天 謝謝 謝謝